字幕提供 喂! 大家好! 歡迎收看 One Game 喊一喊 我是 得巴斯 的 KHR 接下來幾分鐘聽我講什麼 看看這隻 Kickstarter 可不可以 一款優質的推坑桌遊 必須要具備 4 個條件 易學易玩, 豐富重玩, 新舊同樂, 政治奪武 市面上雖然選擇多 但真正能夠留得低的又有多少款呢?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能夠滿足四大條件的一個百年傳說 《仙境幽谷 Everdell》 《仙境幽谷》 主題是講述動物如何將 Everdell 由一個荒蕪的山谷發展成為一個繁盛的王國的百年故事 是一款支援一至六人的工人放置遊戲 在2018年第一次在 Kickstarter 上高雜資 至今已經是第四次了 由第一次集資《基本遊戲仙境休谷》 以工人放置和資源轉換的卡牌連鎖遊戲 成功確立異學異玩 精緻奪目的入門遊戲形象 加上立體樹地圖和精美的森林動物美宮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集資《珍珠溪大型擴充》 一方面為仙境幽谷開拓珍珠溪這地方 另一方面為遊戲機制引入了珍珠和不同寶物 奇蹟建築等等的新機制 增加了遊戲的變化和策略 而第三次的集資《螺旋谷》和《嘉年華》 前者加入了螺旋谷地域 為遊戲加入長遠的取分策略 冒險卡也加入不同任務和大型生物 令遊戲的策略提升至另一個層次 滿足新手玩家和老手玩家同樂的要求 備受一眾玩家的好評 後者雖然是一個較小型的擴充 除了加入更多任務和事件卡之外 加入角色技能卡 令遊戲起始策略有更多分歧 增加了遊戲的重玩性 來到今次最後一次集資 不僅推出兩個全新的擴充 《新業車站》和《冒夜叢林》 更推出收藏家最喜歡的《Complete Collection》 為這個百年故事畫完整的結果 《新業車站》除了為遊戲開拓火車系統 為遊戲加入乘客得分機制外 《小優》也為遊戲類牌增添誘因 增加連鎖形成的機會 而《冒夜叢林》則為一至三人遊戲 加入NPC機制 讓難以尋找對手的玩家 同樣能夠享受多人遊戲的樂趣 除此之外 不同的新策略機制建築 動物和傳奇卡牌也會加入遊戲當中 而且份量也是歷來最多 大大增加遊戲機制、重玩性 成為更完美的推坑收藏 《仙境休谷》雖然在機制上高 只是簡單的工人放置和卡牌連鎖 但遊戲內每一張卡牌上高的角色、建築都有它的故事背景 玩家在遊戲的過程中會經歷 Everdale八年的變遷 這個體驗在其他遊戲當中很少見 完整的世界故事 加上超豐富的擴充變化 令仙境休谷能成為推坑卓游的經典 又來到One Game Up 評分時間 機制創新方便3分 硬件美工方便5分 體驗重玩方便5分 價錢方便4分 如果想了解多點這隻Kickstarter 可以去看我長戲版的One Game Up 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節目等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Game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拜拜